好 回來 鄭伊健在倫敦演唱會 當然我不知道他去那邊開 有網友說成千元張票便便宜 香港也成千元張票 你飛到英國 我不知是哪個劇場 我想不會有萬多個位置 一千元張票便宜 你說他唱歌好沒有 那是有功論的 但我覺得他都會選到 適合他唱的歌 事實上這些歌 真是很有風格的 我據報道說 當日基本上去演唱會 是變成卡拉OK的 因為第一 伊健紅的時代就是卡拉OK最瘋狂的時代 全場 你知道現在的演唱會 一定是出了字幕 一起唱 令到伊健都很動容 三分四次熱淚盈康 也看到威文出帖 說他和伊健的感情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就是由1988年 威文沒有當商臺之後 每五年會談三分鐘 這樣的交情去進步 每五年 但是無損他對伊健的欣賞 因為他說 他認識這麼多的藝人之中 不是唯一一個 是其中幾個初心 完全沒有變 就是人沒有變 剛才我們看到 Mang哥 Mang先生 他自己 幫我們的音樂 做了很多事情 Mang哥 就是我們 敬科金曲裡面 其中一個主持 他也有接觸過意見很多年 亦有很多網友 親身接觸過意見 我沒有接觸過他 只是有一件事 我可以 即現在這裡不方便說 話說 阿生果哥 和他一起在 楊江檸檬茶時段 一起追求那一條女兒 和伊面 阿生果哥和伊面 而阿生果哥竟然是贏了 那條女兒不認識伊面 就是阿生果哥 當然是呀 不相信 你多相信不相信 所以少來講 後來很多年後 阿生果哥多了 覺得是一件奇蹟 所以阿生果哥 就在想 究竟是一個 沉默寡言 還是一個多話說 你要去選擇 裝了方中信 把口贏了 那他不說 人家怎麼知道呢 是吧 但是那時候其實 我也不知道 後來 阿生果哥 應該不是 應該這麼說 阿生果哥 那條女兒的朋友 跟阿生果哥 說阿生果哥才知道 因為那時候 還沒拍維打檸檬茶 啊 阿生果哥贏了 維打檸檬茶嗎 阿生果哥覺得很理所當然 一丟你一條套 按鈎 當然贏了 但後來 再進展 就是發覺 其實是甚麼都假的 你不說 不說就沒有了 你要說 你不說人家怎麼知道呢 是吧 好像羅家瑩所說 好了 那 有時候從那個 很長時間看 正醫健 所以這麼多年 除了當年 笑不更事 說要養一下 邵美琦一世 那時候被人爺餘之外 即地面相機 那個時段 那件事 我們告訴你 其實梁詠琦 都很有機身 那件事 你看到 之外 他都沒有甚麼 負面新聞 他有沒有回大陸 開演唱會有 有的 這幾年就沒有了 就不覺得 但做了十年八年前 他有的 那我覺得沒甚麼大陸 不用賺錢 真的 好了 有些事就不用說 我就很偏激 梁詩浩上個星期 五 在YouTube節目 娛樂好好玩裡面 說 有個前香港小姐 不時在人前扮可憐 她和吳佳樂都曾經受騙 事後直接開名 說這個講者就是楊詩琦 楊詩琦昨天在IG貼出截圖 大反擊 還配 做一首歌 就是陳冠希的《戰爭》 好像宣戰一樣 梁詩浩日前就說 曾經遇過一位 外表楚楚可憐的女星 眼眉眉眼淚 不過已經在這裏朗著朗著了 我們兩個問她甚麼事 對方就發出絕一聲 不說 在當時 梁詩浩多番關心下 決定為對方出頭 事後發現自己幫錯人 其後梁詩浩就直接公開 那個女星是楊詩琦 楊詩琦在IG貼出一張WhatsApp 對話截圖 留言說 show funny 沒有事搞事 你是甚麼人 搞笑的 真的 我和她都沒有聯絡過 出甚麼頭話 笑死人 好了 其實她有沒有 梁詩浩有沒有需要這樣去講呢 我們本來會這樣想 但經歷了這段時間 還有她有很多宣傳 這一段時間 我都不用審 我永遠拆楊詩琦 即使 可能有 我不知道事情是怎樣 我就拆楊詩琦 或者永遠拆楊詩浩對面 喂 你很簡單 你不要聽楊詩琦 原來已經四十幾了 四十四五了 我都覺得她很難堅 我仍然覺得她很難堅 很棒 我只要這一點 我讚楊詩琦 不用說 為甚麼呢 心地不好 阿世民說 在說完 好了 另外 Staffy 迎愛 對呀 被人拍照 拍到照 就在這個 將軍澳大營商場 一起拍拖 買菜 開頭的時候 分開一閒 被記者 從頭到尾拍完 還是網友 最終 鄧維欣忍不住 撲上去 翹著對方的手 報導 更加拍到 鄧維欣 擔心 四大袋野的男朋友辛苦 於是 就自己個人去客服 拿泊車一位先 然後 真是免得 男朋友走去拿泊車一位 鬆速回到 跑回男友身邊 非常甜蜜 被問到感情生活 她就說 做人不應該被自己太多限制 成長後發覺世界比想像大 不過 昨天 在社交媒體認愛 撲出一張她和新男朋友拍的照片 多謝大家的祝福 還加上心形圖案 Staffy四十歲 拍拖應該到鼻 不用說 但是 根據報導的形容 拍拖的女生 多少歲都好 熱戀 都變成小女人 忍不住 翹著對方對手 根據報導說 她這個男朋友 身高六呎 貌似阿榮王星 嘩 這麼冷靜 這麼冷靜 是吧 Anyway 我真的覺得 Staffy都應該 她前陣子有些新聞 好像不太好 打工就搞了 要不就拍拖 發展事業 之前我們知道她 入行前的 你不知道 方律生 跟著之前就說 跟台灣男星 王子 王子 又拍過兩三年 跟著又傳過去 跟一些同性 那些浪費 是吧 同性 好像傳過去跟一些 女 TOMBOY 做FRIEND 又不斷傳 但是 我覺得 東周刊 現在拍照 又認了愛 就OK了 我認為完全正常都悲 40歲 真的不覺得 她很能熟 越老越熟 但是 要快點 要 結婚也好 要嬰兒也好 都是這樣 時間 對不對 40歲 好 我們最時間 繼續 我一會兒去拍珠粉機 賣一下廣告 今天賣一個廣告 各位網友 真的有空上來 真的要買我們的 今天我們講開 除了我們那些麵 以外 我今天翻了 本來很大量 我翻了成千包 但後來我一減 減到五十包 你說 為甚麼呢 所以價錢貴了 這樣 我未定價 但我 我怎麼都要買五十多元 那是甚麼呢 就是我們之前 我講過的 香港製造 粥 一碗粥 不過是乾包的粥 裡面還有一隻乾包 還有鮑魚粥 對不對 那大家 大家呢 我今晚會試吃的 因為我 板我已經吃過了 貨我未吃過 我今晚會 即是吃好了 啟波 就吃一碗粥 清清的 我想買五十多元 但現在我想講的 就是卵殼膜 我集中一件事 卵殼膜我賣了一年多兩年 卵殼膜是甚麼呢 簡單來說就是雞蛋殼 和蛋白中間那股 醫來提煉的 從來都是 非常有營養價值 所以我們在營養價值裡面 每天你吃四粒 就等於 我經常跟老人家說 跟網友說 等於吃那三十二隻雞蛋的營養 不是膽固醇 營養 所以老人家是特別適合 因為老人家需要很多營養 我們不要以為 小孩子發育時期才需要營養 老人家當然需要營養 他對甚麼最好呢 對皮膚最好 真是所謂 我未到老人家 吃皮膚 那些紋 斑 很多效果 對關節最好 這個就是立竿見影 例如膝頭哥那些 就真的很見效 大家可以試一下 五百九十九元一瓶 一個月份 買六瓶的話 就是五百二十九 我們聽聽這個網友 對於這個 Chicanko的卵殼膜 有甚麼評論 陳小姐你好 Hello 大家好 好了 你今次想來想和我分享 你用完這個卵殼膜的感受 是嗎 是呀 因為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我之前就是因為我媽媽 腰骨痛和座骨神經痛 我就買給她試試 她之前每晚都叫痛 那十天八天我發現 咦 妹妹沒有喊 她叫她說痛 然後再發現 我自己其實有這個 竹底筋膜炎 都已經幾年了 我又吃過藥 又去按摩 又拉筋 又塗一條筋 但都是解決不了問題 即是會起床落床 都會痛 腳跟痛到彈起 走路痛不痛 痛不痛 走樓梯那些更痛 然後我又是有發現 我自己吃了兩個星期左右 我又起碼好了八成 八成啊 真的現在是偶爾 一兩天痛一會 我有問過我媽媽的 她的腰和座骨神經 都起碼好了六七成 其實只不過是吃了一個月 即是吃了一瓶 現在開了第二瓶 所以一定要介紹給大家 這個真的很厲害 很感謝比利哥 多謝陳小姐 記住吃 希望身體越來越健康 好 好 回來 其實呢 我這幾年 我覺得我在營運這些事 是有些運 為什麼有運呢 因為我不跟其他店舖 批發 我首先 因為我始終 你說我是網台老千號 我都有少少少 credibility 所以我很擔心 就是那些產品的效果 好了 而我有個幸運 我和網友的關係 某程度是一個朋友的關係 他們會 feedback 給我的 可以還是不行 我們會問的 我自己心中有一條數 一般來說 那些客人的 feedback 或者回頭率 我們說 有四五成 那我就會去計算 那些產品 但我很多客人 其實我很多產品的回頭率 是七成八成 給點醋 那些 好了 好了 因此而在市面上 老實說 在踏入九雲 或者我們看政治現實 是沒有產業好做的 你不要跟我說 AI那些 我們未有這麼高層次 其實最大的生意 在未來日子 不是在香港 是 對於發達的社會 即經濟發展的社會 只有一個 就是健康產品 不用說 去到哪裡都是 市面上的健康產品 萬萬千 真的萬萬千 但是我有個好處 就是因為我 只有一個店 所有東西都經過我們 自己出入 知道的 賣多少 入多少 有客人 feedback 所以我們能夠去 太弱留強 事實上 是不是有很多 很強的呢 外面那些可能是有的 但是那些 因為已經是到處都可以賣 那我何必要賣呢 有的 有的 有些很出名的 健康產品 那我有沒有辦法拿到 我當然有辦法拿到 但是 當大家都可以賣的時候 那樣東西就是鬥價了 唯有就是鬥價 而已 我覺得沒什麼意思 我不會賣那些產品 我們譬如現在這個 卵學網 我就提大家 好像今天有個網友 上來買木經眼藥水 你看我很久 為何今天上來第一次買呢 因為昨天我播了一段 聲帶 嗯 他們搬送搬移 花了幾多萬元 這樣 我真的說 說真的 試一下吧 我也不敢說 你一定行 但是我們自己呢 做過這麼多的統計 特別在 木經眼藥水 是立肝見影 好像昨天有個網友 說他媽媽這樣 說白內障 沒有了白內障 這個網友 那個媽媽 腰骨痛 吃了十幾天 好了七八成 他的座骨神經 他的筋膜炎 吃了兩個禮拜 又是十幾天 這些是活生生的事實 所以 有時候 有些網友會說 喂 這麼厲害 你媽媽 還有人生病 我以前也是有這樣的想法 我也是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原來 甚至乎如果這樣說 所有事情都是沒用的 因為始終會死的 嗯 但是 在這個過程裏面 我們去盡量調節 我跟大家說 除了身體以外 你問我在這個階段 我覺得人生並無大事 你身體都搞不定 你講什麼都沒用 真的 你身體都搞不定 譬如我們開始 年紀大了 我們要吃很多西藥 去控制你的 什麼肝酵素 血糖 三高 但是西藥 同一時間 亦都破壞了你 很多器官 那個功能 OK 那我們怎樣呢 其實我常說 來來去那些事情 做運動 軍行飲食 行不行嗎 今晚三點看不太多 晚上吵你 有個女兒說 來啦 吵你三點幾打電話給你 你去不去呢 是吧 大家始終會有放蕩的 吵你晚上搞完事 三點幾 喂 吵你幾鐘 吃不吃東西 下珠米 吵你吃光炒牛河 時早就炒牛河 你說怎樣 裡面又充滿著膽固醇 是吧 動物脂肪 那怎樣 是不是什麼都不吃 所以呢 都是 大家要保重的 我們呢 我遲些就會列出出來的 其實我們說 我的highlight recommend 我每一樣都highlight recommend 但每一樣都有些人 人不行的 好像我的卵學網 都不行的 但是很多網友說 嘩很難堅 甚至乎比我那個 Stronger BB更堅 都有的 那你要試 是吧 好像我們那部心髮器 又或者我們最簡單的 supplement 就是那個 Haircare 就是我們引導的那種 很多人吃得很好的 是吧 你們終於是要試的 不試就永遠沒有這個機會 改善你自己的身體狀況 大家休息一會